大家好,今天是10月27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福布斯26日发布2015中国富豪榜 榜单显示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宁 以300亿美元的资产取代阿里巴巴的马云 重返中国首富之位 他上一次名列榜首是2013年 而中国富豪榜前100名成员的财富总和 从一年前的3760亿美元跃升至4500亿美元 增幅近20% 去年年底万达商业地产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今年年初万达定员院线又在深圳中小板上市 得益于两家公司上市 王健林财富从去年的132亿美元 猛增到今年的300亿美元 从去年中国富豪榜排名第四 跃升到今年的榜首 作为去年的中国首富 马云今年月至第二名 拥有218亿美元财富 原因是阿里巴巴股价下跌 投资者热情减退 排名第三仍是马化腾 在中国互联网三巨头中 他今年的财富增加最多 从去年的144亿美元 增加到今年的176亿美元 小米科剧创始人雷军超越百度掌门人 李彦宏排名第四 而李彦宏排名交去年下滑四个名次 名列第六 其财富缩水至104亿美元 今年中国首富万达董事长王健林 在活动现场表示 有钱是好事 但关键是怎么花 这方面中国企业家应该学习美国富豪 如巴菲特等将钱拿出来做慈善 王健林还透露 目前还不能确定可以退休 但表示将在恰当的时候 把多数所得拿出来做慈善 相比之下 中美国富豪无论在人数 还是财富数量上都比中国人多 虽然王健林是中国首富 但其个人财富积累 还不足今年全球首富 比尔盖茨近800亿美元资产的一半 福布斯上海分社社长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质榜人范鲁贤表示 这些榜单有助于我们了解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知晓哪些领域最赚钱 并学习企业家成功的经验 找准投资方向 本节目由杜格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